欢迎来到月亮说,近期多达14部新剧都同时发出了首个预告哦 小编带大家一口气刷完,并附上最大看点,像是赴山海 诚意直接来了个720度大旋转打戏 而赵露丝和谭剑次各自的新甜宠也发布了超甜预告 还有张若云的高分保证 最让小编热血沸腾的那就是周野饰演女版花木兰的复仇古装剧 而更重磅的还得是热巴的新预告出炉,赶快来看看吧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一部 诚意,古丽娜扎主演的赴山海发布打戏花絮 大家就说帅不帅吧 诚意亲自上阵完成了这套720度大回旋的高难度武打动作 直接霸榜热搜,别再质疑诚意的真功夫了 花絮中根本看不到那种乱七八糟的慢镜头拉长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桥硬马 小编看了这个打戏花絮之后,对赴山海也是更期待了 何况拍摄期间咱们还看到了不少神级路透 诚意的高马尾,英气十足 而白发造型更是仙气与邪魅并存 自古白发出男神果然不假 和之前在《陈香如蟹》中饰演的《英渊帝君》反差极大 梁驴卷卷的龙须刘海倒很有扎跌悬叶的风格呀 这一次他可是要一人分饰三角 相较于他之前的《莲花楼》 这部《赴山海》似乎在打戏和造型上更上一层楼 至于能不能超越《莲花楼》的高度 那还得请评论区的你来说说看呢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二部 赵露丝、陈伟廷主演的《许我要眼》首发预告片 我们露丝的新剧终于提上日程了 在近日发布的这个预告中 直接来了多场高甜吻戏 让观众们直呼赵露丝的甜宠依旧那么甜 这是要一口气看到停不下来的节奏啊 而这一次不仅仅是先婚后爱 人设也丰富了许多 赵露丝将化身霸气女强人 陈伟廷则是腹黑霸总 最后还有追七火葬场的情节 小编已经感知到 大家到时候追起来肯定会很上头 光看预告的话 赵露丝和陈伟廷的CP感也是特别强 不少网友纷纷断言 这将会是2025年最好看的一部甜宠剧 不过甜宠剧翻车的情况也是不少了 就看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啪啪打脸了呢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三部 周野 程磊主演的锦月如歌 首发预告片 后宅 皇宫里的大女主 咱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但这次不一样 锦月如歌可是一部战场上的大女主剧 这一次不管是周野的造型还是人设 绝对是她有史以来最帅的一次 预告片一出 瞬间掀起了全网热度 因为这部剧减少了那些甜蜜的爱情戏码 把重心放在了家国情怀和女主的成长与拼搏上 女主的沙场英姿 那种舍生忘死 为家国而战的激情 简直是让人血脉分胀 这就是下一代的女版花木兰 再加上她一边谋求权力 一边寻找复仇的机会 这种双线并行的设定 绝对能引来一大波流量 锦月如歌改编自千山查克的小说 《重生之女将星》 主要讲述了昔日女将和燕逆转重来 携手天之骄子消绝 一起斗奸命 助弱者 欲外邦 最终守护国家 撰写一代传奇的故事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四部 张若云 马思纯主演的人之初 发布全新预告 一口气看完所有预告和物料后的小编想说 张若云或许又要出爆款剧了 这一次张若云与以往机灵率真的角色不同 剧中饰演的高峰 靠一场车祸 就把命运搅得稀巴烂 一边是找亲生父母 一边是发现了富家女巫菲菲的惊天秘密 在预告里 高峰这次可谓阴郁爆棚 眼泪如断线的珠子 分分钟出人泪点 而反派阵容更是让人细思极恐 站在全力巅峰的商业名流 竟成了幕后操盘手 和以往那种直接来应的反派相比 这部剧可谓是满满的压迫感 总之 这样的剧情已经让很多网友安纳不住了 张若云的剧可都是高分保证哦 这一部应该也不例外 最新手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五部 谭剑刺 李兰迪主演的滤镜 发布全新预告片 这部滤镜 简直是谭剑刺的欢乐冒险 从长相思里痴情地向流到 四方管理搞笑的原末 谭剑刺这波画风切换 真是有够百变 这部滤镜的人物设定之前 也给大家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是一位情感保守 却绝世花心的大渣男 和一位铁腕柔情的百变少女苏澄澄 两人在面对神奇滤镜手镯的严峻考验时 谭剑刺的渣男之路 也必将会擦出强烈的火花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 这次的新预告的尾声 李兰迪还变身成谭剑刺的外貌 跟他撒娇调情 等于谭剑刺一人分饰两绝 自己跟自己同框谈恋爱 也是不得不说 谭剑刺演起女方 娇媚神情超级传神 整的网友笑翻了天 郁静的预告 真是一次次让小编大开眼界呢 摄入的元素真的不要太多了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六部 徐凯 田锡薇主演的子叶龟 首发预告片 终于等到纯爱奇谈的子叶龟发预告了 徐凯和田锡薇是白天相爱 夜里相杀的双重身份设定 堪称两人极限拉扯 灭练直爆表 尤其是这预告的画风 小编真的一眼爱上 完全被这奇幻多彩的智怪唐风硬控住了 这一次田锡薇饰演的女主舞珍 明面上是玉国公府二小姐 当朝皇后唯一的妹妹 实则是继承妖邪之力 化为猫身 默默守护妖是安宁的隐形守护者 而徐凯饰演的男主梅竹宇 是一个名字富有诗意韵味 但实则无聊至极的人 因从小天赋一柄能见鬼物 不仅被送到道观专注修道 同时也造就了她严肃呆板的性情 就这样女主是妖是猫公 男主却是与她身份对立的斩妖天师 各自的使命 让他们越是靠近 就越发现殊途两道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种质感的预告片 我追定了 我想看的 子叶归她都有 等等期待的言论 大家对徐凯和田锡薇 这两人有多少期待呢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七部 周毅然包上恩主演的 《江湖夜雨十年灯》 首发预告片 江湖是条不归路 为何要无江湖 身不由己 不要 光看预告就是满满的武侠味啊 这才是江湖的味道嘛 而且你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一波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为关心 则乱记之否与星汉灿烂之后的又一丽作 搞不好两位主演周毅然和包上恩 有望靠这部剧大红大紫起来 在剧中 周毅然饰演的沐清燕形势果决 腹黑得让人捉摸不透 但偏偏又是双面少主 表面上温文尔雅 实则内心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 与对复仇的执着而包上恩呢 他演的菜招 性格洒脱 不拘小节 活得那叫一个通透 妥妥的佛系女侠 他虽然看似对世间纷争漠不关心 却有着一颗正义的心 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最终他们开始携手共进 撕破武林众生那一张张虚伪的假面 总之 这部剧既有刀光剑影的武侠场面 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 在原著中 男女主更是有着甜蜜交织的爱情线 也是非常让人上头的 就看到时候还原度怎么样了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八部 迪丽热巴 陈兴旭主演的 萧起轻嚷 首发预告片 只有风刀才可以彻底上次的笑 人是人 萧是萧 我们风刀 轻轻 说我上次的 就是风刀了 热巴 萧起轻嚷的预告终于发出来了 这部都市悬疑之怪题材剧 还真充满了挺多新鲜感和刺激感 设定也是非常有意思 表面人淡如菊 实际泼辣很利的风刀女主 VS表面风流浪荡 实际握心尝胆的孤勇男主 从预告来看 该剧还是挺还原原著中的许多名场面 而且热巴和陈兴旭的外形 简直就是酷姐拽歌的标配 特别是热巴那种既萨又冷的气质 简直就是天选灭酒罗 陈兴旭的言拓也是让人一眼带入 适配度极高 总之 萧起轻嚷在选角上就已经赢麻了 完全照顾到了书粉的期待和要求 可以说 只要萧起轻嚷不乱魔改 哪怕热巴和陈兴旭之间擦不出太多火花 依然有望成为爆款的潜力 毕竟 这种悬疑至怪 以及双面反差的元素 怎么说都很期待呢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九部 陈兴旭 周柯宇主演的狙击蝴蝶 首发奔赴版预告片 过去为我埋下一颗肘子 暗藏的爱意 在时间的缝隙里露出马脚 走过漫长午夜 想要的是与你一起相拥的 虽然陈兴旭和陈兴旭的婚姻状况 没有任何回应 但陈兴旭却被媒体拍到 已经摘掉婚戒 直接与周柯宇甜蜜互动上了 这次的新剧最大的看点 也就是禁忌之恋 其实和《危暗之火》 有一曲同工之妙 还是那种年轻小伙家里 一少妇的经典设定 男主礼物在大学时 对曾经产生了超越师生的情感 分离六年后 他化身职场精英重新归来 这场复合爱情故事越发刺激 而这一次 陈兴旭彻底抛弃了奶蒙人设 化身高冷欲解曾经 而周柯宇也完成了从奶狗到狼狗的转型 就这样年下男的猛攻 与离异女的坚韧 两人的情感纠葛 既带着禁忌 又夹杂着火热 这样的姐弟恋设定 你觉得够劲爆吗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十部 刘浩存 王安宇主演的陷入我们的热恋 首发预告片 这可是一部超剧人气的爆款IP 不仅拥有庞大人气 更是许多网友 新中校园文学的Top1哦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找来了刘浩存来演女主 不过 自从脱轨爆红后 她的口碑来了一次惊天大反转 不少黑粉竟然直接转粉了 在这次的剧中 刘浩存饰演的是锐军黑马徐之 而王安宇则是裸分撞远陈鹿洲 剧情开头就很戏剧化 徐之本来是带着目的接近陈鹿洲的 但这位纯情诗人却误以为是暗恋 一头扎进了自我攻略的路上 于是两人在搞笑与暧昧的互动中 越走越近 上演了拽姐之总和陈大诗人之间 甜蜜又逗趣的爱情故事 对于刘浩存和王安宇这对新CP 你觉得能让大家磕到糖吗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十一部 雷佳音 岳云鹏主演的 《长安的励志》首发预告片 这一类型可是曾经录剧中的王牌哦 只是近年来比较冷清 那就是古装传奇剧 这次《长安的励志》硬生生拍出了古代职场内卷的济世感 男主李善德 原本在长安兢兢业业当的小莉 却被迫接下了一个送励志的火坑任务 从领南送新鲜励志到长安 简直是黄命难为版的外派出差 而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 本来也是个长安混日子的小人物 这次居然也要陪着李善德下南洋 其实这场励志大运送不仅是个高风险的死亡任务 更像是一次古代版的送命题 看着预告的画风 也是带着满满的喜剧色彩 虽然岳云鹏没出现 但剧照中他留着那两撇胡子 活脱脱的一个古代滑稽人设 和雷佳音的组合简直是相声天团 仿佛随时会在大唐街头来一场即兴的脱口秀呢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十二部 霍建华 朱朱主演的 他为什么依然单身 发布全新预告片 如果你是中年人 如今的你还渴望谈恋爱吗 这部剧从预告就能看出 打破了人们对中年恋爱的刻板印象 不再是油腻大叔和小娇妻的配置 而是成熟男女间的势均力敌 霍建华饰演的鱼鱼 简直是中年单身教父 一副独身主义者的模样 结果遇上朱朱饰演的顾叶佳 他的钢铁防线瞬间崩塌 顾叶佳不仅职场上手撕对手 还能对求爱公事游刃有余 是个成熟且自信的职场女强人 而最让人上头的 还是霍建华那副又傲娇又迷茫的样子 一面死称单身主义 一面又悄悄对顾叶佳动心 而朱朱的从容优雅 更是让人看得过瘾 谁说中年人的爱情 就得是柴米油盐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博弈吗 虽然不确定 它能不能成为 像玫瑰的故事那样的经典 但它给中年恋爱剧 带来了新思路 也许会让人看到人生半场 也能有恋爱高光哦 最新首发预告的重磅剧第13部 张国立同大为主演的 《老爸去相亲》首发预告片 这部剧的设定 真是刷新了相亲剧的新高度 年轻人相亲看得多了 这次竟然轮到老爸出场了 不过先让小编吃惊的是 该剧的阵容 这么多大咖 这是要把黄昏恋 演绎成黄昏奥斯卡啊 老爸去相亲 根据作家王蒙的小说 奇葩奇葩处处挨改编 张国立饰演的沈卓然 是一位退休的文学教授 在发妻去世后 在家人和朋友的强力安利下 开启了四段相亲之路 这可是一出正儿八经的 老年花式恋爱宝典哦 小编觉得 这更是展现出了一种 不服老 不认输的晚年生活态度 最新首发预告的 重磅剧第十四部 高夜 沉静可主演的重影 发布预告片 这可是冯小刚监制的 罪案剧哦 预告就已经让人脑洞大开 让人眼前一亮的事 受害人身份恰好 是警方追查已久的通缉犯 在一年前 北方小城陈仓 发生了一起仇杀案 高夜饰演的凶手秦红 为罪潜逃 一年后 警方在南方发现秦红时 秦红已被男友抛尸大海 尸骨无存 这是一起人证 物证俱全 凶手甚至已经交代犯罪事实的案件 可消失的尸体 让主管刑警坠坠不安 预告片抛出的疑点 光秦红真的死了吗 这一个悬念 就足够观众们集体陷入猜测模式 而且整部剧的节奏 看起来扑朔迷离 每一个细节 都似乎在引导观众 去猜测背后的真相 冯小刚的加持 也是这部剧的亮点之一 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好啦 小伙伴们 以上14部 距离开播也不久了 你最想让哪一部剧先抬上来呢 打在评论区 一起催上线呢